狮子座其实是真的很独立自主的 你把它丢到荒岛上 它也能活得很好的 怎么会花呢 一般来说狮子女 一个不小心就会露出 太聪明 太有主见 很有想法的感觉 而且在言语里面 你们很容易就让人家看出来 你们很不好掌控 滔滔不绝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对人生的规划 或者是对眼前的一些困局 狮子女都很有一些看法 有时候男生就这样子 打退堂鼓了也不一定 狮子女的不好掌控也在于 她并不见得会把恋爱 放在第一位 在她还没有感觉的时候 所以即便有人想跟狮子女暧昧 常常私底下约她吃饭 但如果工作很累的狮子座 她会很直接告诉你 我比较想要休息 久而久之 别人一次两次的碰壁 自然也不会来试着突破了 所以一个不小心 狮子座也会又树立起了另外一道顶杖 老实说这问题比较发生在刚开始了 狮子座眼中不是100分 就是0分 她没有什么中间值 因此刚认识 如果你有一个缺点是她不能忍受的 很快你就变0分了 你知道吗 在别人身上如果只是慢慢地扣分 她觉得还可以接受啦 那也许她有别的优点可以弥补这个缺点啦 就还比较能过关 可是狮子座不是啊 很可能跟你在吃第三次饭的时候 发现你实在是咀嚼的声音太大了 不能忍受的她说不定 马上当场起来走人都不一定 为了怕没面子 就算是自己的菜走过自己面前 也要装作冷冰冰的样子 眼睁睁地看着菜走掉 你觉得你可以吗 狮子座 狮子女跟牡羊女谁比较爱面子 我觉得感情上牡羊的镜头比较严重 对 牡羊是可以错过 狮子是很害怕错过的其实 他如果吓走了一个他在乎的人 他其实是会很着急 他会想尽办法回来 让对方知道我很在乎你 你可以来追我吗 牡羊比较不能妥协 对 他会就算了 你走开就走开了 那狮子女要过的是自己自卑的那一关 很多狮子有深沉的自卑感 他们看起来很强势 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也很害怕别人不在乎他 所以当一个狮子座进入委屈模式 就是他很爱对方 而他不相信对方那么爱他 所以他一定要拼命地付出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强势的狮子座 在关系当中绝不吃亏 让你很吃不消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当你是他的自己人 你吃亏了 他也会在外面让别人吃不消哦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呢 听说狮子女很常被分手 因为他们很重的时候 是会让人吃不消的 所以狮子座真的自己也要注意 别人为什么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有压力呢 比如说在一起被你关心的时候 他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他觉得你可能在限制他 掌控欲让他想到跟你未来每天都要这样过就很害怕 但是对狮子座来说这是爱他的表现嘛 好分了以后他就会无语问藏点 他就会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抛掉我 我做的不够好吗 然后看起来又很像 一刀这样 亦或是也不是所有的狮子座都是走气场心 可能也有委屈求全心 那委屈求全的会告诉你说 没关系我什么苦都能吃 我可以继续的委屈下去 我还可以再委屈一点 这对有些想甩掉你的人来说也很吓人 那进入这个模式的狮子座 有时候就会非常的放弃尊严 女仆模式就启动了 或者是受苦受难也无所谓的模式就启动了 而爱自由行的花花公子可能就会觉得很恐怖哦 因为你的爱实在分量太重了 太痴情了 然后也给人一种有压力的感觉 所以啊 我刚刚讲到了狮子座 不是零就是一百的感觉 就是如此 因此怎么样寻找中间值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冷淡 或者是傲慢 或者是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奉献 那么的付出或那么的沉重 保持一种恒温或中用之道很重要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